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如何使用imagej将stack中的多个图像在同一张图像中显现 比如说我们打开一个范例 我们打开一个头颅扫描的一个stack图像 然后我们点击image 然后点击stacks 然后点击make montage 好来到一个对话框 前面第1行就是说前面第1个第2个就是说有多少行多少列 因为你有总共有27张图片 就是说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选择比如说3行5列10行5列都可以 然后这个scale fact就是说它是放大放小什么之类的 如果是0.1呢就是说他只有这个图像的 10%每张小的图像只有10% 如果是1的话那就是一样大的 如果是10的话他就有 更大 那firstslice就是说你从第几张图片开始显现 然后最后一张slice呢是 最后第几张图片 然后increment就是说 你要显现的这个图片呢 它的编号之间的 差值是多少 比如说increment是1的时候 那你其实就是从1到2到3到4 也就是说2减1等于1 3减2等于1 如果你是increment等于5的话 那就说1到6 然后呢6再加5就是11 就以此类推到最后一张图片 然后border 宽度呢就是说 每一张图片和另外一张图片之间呢 它会有一个 间隙 如果你是0的话呢 比如说现在我们把它当做0 待会我们看一下它是什么一个情况 然后funt size 就是说 如果你想标记这个slice的话 那你就把这个 字体的大小呢 可以在这儿调一下 然后现在我们点击OK 那它应该有 10列 5行 然后呢 这个图片可能会比较小 我们把它改成 比如说0.5 然后从第1张到27张 然后它 从1应该直接跳到6 然后跳到11 然后之间 每个图片之间呢 是没有 间隔的 然后会有字体 因为它是会告诉你编号的 然后我们 会标记这些 不同的图片 它这里叫slice 点击OK之后 它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如果你还记得刚才我们的 Stack这里面 Megmontage这里面的这些 不对 这些参数的话呢 你就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刚才要求的是 10列 5行 那那这里为什么没有10列 因为我们已经从1 跳到26了 因为我们之间的这个increment 它实在是 太大了 因为从1到6 但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 就是说 你要求的是从1跳到27 然后它有个间隔 是5 那么就说1加5 再加5 再加5 最后只加到26 然后它这个border 就是 两张图片之间的宽度 它是0 所以它就 中间就没有空隙 如果你 点击不选label 那就 16 11的这些数值 就会没有了 比如说现在我们再来试一下 如果我们要选择 10 然后5的话 比如说我们选择8 然后选择4的话 然后呢 我们的size 我们的increment 变成1 那就是说1234567 直接到27 然后这个宽度 如果你要想看一下 它宽度 比如选5 然后呢 那就点击OK 那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了 那么 这个之间的这个白色的两张图片之间的白色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个 它的border width 就是说 我们选择了5 就有5个pixel 然后这里的标记呢 就从1到2 因为我们刚才选的increment是1 就是它连续每一个 每一个它的数值 编码呢 肯定差着只是1 从1到27 然后我们选了有 column是选了8个 也就是说它有8列 然后有 选了5 4行 所以它就是4行 所以这就是我们 如何使用imagej 将stack中的 多张slice 多张图片 变成同一张的 一个图片 好 那么这就是 这个方法 希望大家能有所收获 谢谢大家